大家好,歡迎大家來到閃馬田賽馬雜作 今天又是2022年11月28日星期一 拍片的時間大約黃昏五點多 今天是出排位的日子,自然是排位第一擊的時間 為大家在排位的當日率先捕捉賽日的騎煉形勢 以及提供備戰資訊給大家量馬先有參考範圍 今次也繼續跑八場的跑馬底野賽 近來也繼續繼續跑八場 也是好事,讓大家多點時間量,鬆動一點也好 另外馬圈消息都可以更新 首先有一個昨晚出來的消息 就說莫雅會跑香港馬出戰國際賽 當中應該是複日,因為巴雅道停賽 另外莫雅也訂定了幾隻馬在國際賽上陣 這也可以跟大家更新一下這個消息 第二件事就講到蘇紹輝,標題也要扔到他 因為蘇紹輝好在及時來香港發展 否則這個賽季他在英國也頗難賺錢 因為英國馬會訂了一個新例 也非常對騎士苛刻 可以跟大家分享 當然蘇紹輝不受影響 但其他留在英國發展的騎士 受到很大的影響 這跟香港馬迷也很有關係 等一下可以跟大家分析 第三件事就不說不說都還需說是莫雷拉 為什麼都要提他呢? 因為大家知道昨天夏定安和英家柏 也一起出來說 就說莫雷拉要經過醫生檢驗才可以出賽 不知道是有心還是無意 今天莫雷拉就直接自己拍片 拍自己做健身的影片 說自己健康沒有問題,很健康 我覺得也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而且莫雷拉也說了一些事情 也說一下 開始之前也簡單提一提大家 如果還沒訂閱我的頻道的朋友 麻煩可以按訂閱 再按旁邊的鈴鐺 真的更好 也希望你們支持第二頻道 史馬田去片 當然也歡迎你們加入小弟的課金頻道 不論是年費、月費 或者右上角打箱的QR Code 或者是Superfans都歡迎 謝謝 首先說一下莫雅 他也很觸目 原來他說現在會跑複日 跑香港短途錶 話說巴道上星期墮馬受傷 國際賽州就缺陣了 所以複日如果沒事 可以跑到國際賽 就要用新騎士 複日在馬會短途錶錶之後 是不良於行的 但是高柏生表示複日的康復情況 是理想沒有問題的 雖然現在說他可以出賽 言之上組 但是朝著好的方向進發 他們會根據這個場地的狀況 安排複日快跳一下 這個就是複日說不良於行 但是大家看回馬會的神操表 基本上複日是第二天出來已經操 每天都看到 所以都很確定他現在健康沒什麼大問題 之前說不良於行 可能因為香港第一跑馬比較激烈 第二說場地也比較乾快 有時候大家踢完球 你踢了七八十分鐘 踢到累了 雙腳都會踩踩踩踩 可能複日也是類似一些情況 還未算太嚴重 休息兩三天又可以踢球 複日的看法能夠參戰的機會都高 而高柏生也找到莫雅去跑複日 以取代恩賞缺陣的巴度 莫雅就在2020年騎野田重擊 即是現在這張照片拍著那一隻 那件坐衣 就贏了香港短途錦標 另外同日 莫雅就會跑日本馬戰武者 去跑香港一里錦標 以及如果香港杯香港瓶 就跑回古摩雅的馬 古摩雅我記得在香港杯都放了一些實力馬 所以莫雅今次國際賽都叫了壺 幾場都 大家看到莫雅在日本杯 公駕依然在 又是騎回羅伯會的馬 然後又是騎師囚會 來來去去都是社台集團的馬 不論莫雷拉、莫雅 都是幫社台集團效力 這個都沒辦法了 看看到時莫雅會不會說 來香港跑完後順勢 留港客串長一點的時間 之前也有其他頻道都說過 莫雅因為住宿的問題 不想在香港留長一點的時間 但今次會不會有得針 馬會出一些方法幫忙 讓他期待一點 報民來香港的表現 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如果莫雅可以留香港長一點的時間 我相信效果也不會差 儘管拭目以待 第二件事也要把蘇紹輝說 因為這件事對蘇紹輝很有影響 但幸好他來了香港發展 所以英國的新禮 對他已經再沒有影響了 英國的限邊新禮 來年實施 這個小弟在七月左右的 差不多時間的影片都說過 那時候有建議 英國跑馬來年要轉反手邊 反手邊是什麼呢? 這樣拿著筆就正手 反手就是這樣反手 打邊就是這樣打下去 真的實施這個新禮 新禮 跳欄也有一個寬限期 平地賽也有一個寬限期 不用理會這麼多 總之平地賽季開季就立刻實施了 3月27日 新禮之下 所有用邊都是要用反手邊 就是要這樣發 如果都可以用正手邊 唯一的例外就是 如果你幫馬修正 譬如說閃出閃入 你才可以用正手邊去修正 否則你不斷騎 吹拆馬就要用反手邊 跳欄是用八邊 平地賽是限側 另外 如果有關犯規的騎士 刑罰也會提高 包括取消賽事資格 例如說如果騎士用邊的次數多於賽事 允許四次 就會取消賽事資格 一級賽也不會例外 即是說如果以前 譬如說騎士跑大賽 他狼狼一點 不管了 多打兩邊 最多我罰停賽 因為馬贏就可以了 不可以這樣做了 因為如果你多打了邊數 連一級賽的頭馬都可以取消 所以這個新禮也非常苛刻 早前也有些意見 希望所謂的建議修訂條例 會不會再修改一下 會不會沒有這麼苛刻呢 結果跟當初七月建議的時候 就沒有什麼大分別 這個對當地馬圈也是很大的衝擊 其實由建議出來之後 下半年 由八月開始 很多英國的騎士跑馬 都開始習慣一下 怎麼反手邊 都可以說是很有影響 這個對於香港的馬迷當然也會有影響 因為很多轉播的賽事 會合賽事 都是英國的賽事 如果這隻馬 即是買了 他是贏了第一隻過終點 都不要這麼淡定 未必真的會派彩 因為騎士如果無緣無故打了邊 打多了邊 不小心的話 就會被人disqualify 到時候香港賽馬會 沒有什麼難處理 他也是跟隨英國的賽例而已 英國disqualify他 香港也是照取消資格而已 所以這個如果對蘇紹輝 他繼續留在英國 他本身已經不是說 太過在大賽吃香了 即是本身蘇紹輝 若然加上這條新例 以他的騎法就更加難搞 所以他就離香港 即是扑倒地來 即是這些新例 對他來說難以適應 當然對國能那些 喜歡正手抽擊的跑法 也是相當困難 即是間接叫國能提早退休 或者叫他專注去巴林 或者杜拜發展 英國跑少點馬算數 反手邊要怎麼打呢 叫國能 這些條例都沒有辦法 現在就是說 動物權益 以及賽馬運動之間的角力 令到有這些新例出來 妥協得多少 只要繼續有馬跑 連這些例都要接受 接著也說回莫雷拉 昨天夏定安和英家柏 說明莫雷拉要回香港 驗好雙勢才能跑 還說What happened in Brazil Stay in Brazil 這個是我講的 即是他們的意思就是 What happened in Brazil doesn't matter 即是就算他在巴西能夠跑馬 也不代表他在香港可以跑到 因為兩個地方賽事的強度 是真的很有分別的 這個大家都相信是認同的 不知道為什麼 是故意回應 還是預早拍定 還是什麼 一個屈尾十 今天敬馬論出了一篇 莫雷拉做健身的照片 是不止拍照的 是拍了影片 在敬馬論的YouTube頻道 也有的 大家可以上去看 我也補回連結 看他們在這裡做運動 我加上這些音樂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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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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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但是,他做了這些不同的運動,希望透過強化身體其他部位的肌肉的強度,補救了他寬骨的受傷 而且現在撇除了傷勢,他覺得自己的狀態已經很適合了 甚至是曉飛那種,這個就是趙逸 I'm fit and flying physically 他自己這樣說 拍了影片,告訴大家他的狀態沒有問題,跑到馬 但是我覺得很簡單,一方面你會說自己有傷 但如果你想跑馬的時候,又說自己夠 fit 到底信你哪樣好呢? 到底是說你的傷是很嚴重,比較合理一點 還是說你已經可以無事的傷勢,照跑馬比較合理一點 到底信你哪樣呢? 但是現在他拍了影片,說自己沒有問題 但是我覺得如果馬會定了一個這樣的時間 我想他也要趕快回香港了 看看到時候再怎樣定奪 好了,接著就看看各場的排位 第一場是五班一千 我覺得這場首先已經是亂局了 因為這場有很多馬是九優復出 有些是季內初出 休息了五六個月,安田之寶創福威 也有些是故意休息幾個星期上重化 再回來跑 所以陣容和跑慣跑熟的馬都不同了 變得很難計算 慢慢聲音,上次熱倒跑第四 這次對手又有些新加入的在這裡 你完全是計不到數的 所以這次我懷疑他未必是大熱的 電信飛彈沒有出賽的次數是OK的頻密的 但是他無緣無故停了兩天 然後又跳回,不知道是什麼事呢? 各取所需就沒什麼,操得比較疏一點而已 菲力大帝也是操得比較就著來操,因為上小輸得很遠 另外吉利大勝,這些都是開始流於失準 跑得好了一兩次之後又大敗 剛才也說了,有幾隻上了重化 第二場是好玩騎兵初出的馬 但是潘頓又不是摸實的 其他騎士是粗的,只是潘頓跑的而已 另外童話是季內初出 上季尾大敗之後上了重化 永眼光和古浪順豐都是上了重化的 第三場有幾隻馬是休息才跑的 大燈殿、智多福和威力飛馳 我記得尤其是智多福 前五個星期他是做到板板聲來跑的 就是每個星期跳兩貨 而特省也是無緣無故停了兩天 這個大家可以留意 全才就是潘頓又操了兩貨 大家可以留意 而龍戰士上次輸得比較遠 這次是用布蜜 第四場,有幾隻上次打風 這次跑的,大家可以記錄下 慶萬家是前五個星期才來的 可能是賽程的問題 而無敵精英,我覺得上次也有點焗熱了 基本上跑了 跑了第三 而獵境追飛和有力 又是操得比較疏一點 不是那麼密操 獵狐者威就上了重化回來 到了第五場,有兩隻初出的馬 馬主洪峰和正氣清驅 我認為不算太突出 而仁和嘉誠就休息了七個星期再來 故意用中逆禮 而亞洲騰王連續兩次跑第二 上次是大熱跑第二 我估計這次也可能會大熱 因為真的叫到飛的馬也不是太多 可能紅衣火旺用布蜜 天外驚天,又上了重化回來 看看會不會有突破 第六場,妙玲瓏是初出的馬 但是何摘堯跑了這隻獵玲瓏 但是之前何摘堯是超過這隻動感先鋒 操了兩貨 但是動感先鋒就騙了周進樂跑 是不是妙玲瓏很厲害呢? 他試襲是有點走勢的 但是自購馬來講,在試襲有些走勢是正常的 不知道是不是何摘堯簡奇還是什麼 大家可以斟酌一下 另外有幾隻馬都不太穩定 巴薩諾雅,團結精神和弓頂上次都是輸得遠 包尾那些 巴薩諾雅也要上重化一頭 飛凡也上了重化回來 去到第七場 這個叫和氣生才 潘頓真的摸實了 這個也叫二動 因為也有點猜不到潘頓會操這隻馬來跑 另外有幾隻馬上了重化 進馬風彩贏完也上重化 上次贏之前也是 這個也叫做搏殺的部署 少爺仔輸了一場很遠的之後 頭救師再來 這隻馬也叫做搏多了上跪 經典之星也是 放回來射一段後輸得遠 另外桃花盛贏完上重化 平常心近至藤雲也是上重化 這場三九兩隻都是大戰 去到尾場 有兩隻馬上次大熱滿 也是只有一個批 保賢德德和新榮之星 上次也是沒有跑錯的大熱第三 也要留意 另外總理上次在泥地輸場遠一點 不用理他 多多用區 有一點粗率不足 就是就著來粗 黃寶 波爾多 和紫賽福星 都是上了重化操練 以上就是各場排位的啟示 最後也希望大家可以給like 給comment 給share小弟的影片 多謝大家收看 閃馬田賽馬集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